贸易战中共官员反了,集体放风针对习、王沪宁,在中美关税战7月6日开打的同一天,有中共背景的港媒,就中美贸易战专访多名中共官员,这些官员并未指责美国,反而将矛头指向党内。 他们认为引发贸易战的主要责任,是中共部分官员和媒体曲解习近平战略思想,贸然挑战美国地位,并指这些人为中共敌人。 其中负责党务和宣传的现任常委王沪宁,被猜测是处于高层的指向目标。 美国媒体人,阿波罗网评论员在水一方,表示,这些官员在有中共背景的媒体上这么说,一方面是放风,另一方面背后肯定是受了执意,主要是为了忽悠美国政府,对中共还抱有希望的中国民众。 当然,也不能完全排除,是党内有一些人对中共的宣传系统有看法,通过这种方式来放炮,但对宣传系统的常委王沪宁,可能不会有多大影响。 王沪宁也是要向习近平直接贵报的,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共官员会担忧,对美贸易战如果拖垮中共,荣华富贵就随风而逝了另外7月6日当天。 中共各大媒体都在发文谴责美国,却一点不提此贸易战,是因中共不遵守加入世贸组织的规则,美国不得已在经济自卫所致。 中共官员借港媒放风7月6日香港党媒香港01,发表了对几名中共一名官员就中美贸易冲突相关的专访,从对话内容判断受访的,包括外交系统,政府部门和经济领域的官员。 香港党媒香港01和中共的海外大外宣媒体多维,是同一个老板。 这些官员称,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从未放弃韬光养晦,只是根据现实情况稍微有所调整。 但是习提出的宽广的太平洋,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和一代,一路倡议等外交思路,被中共一些官员和部分党媒曲解。 有官员表态称,其实中方最终目标还是化解贸易战,实现中美双边达成新的妥协不到最后一刻,不会让事态发展到与死网破的对抗。 令人关注的是这些官员谈得最多的,是谁该为贸易开战负责。 他们都没有指责美国政府,而是认为,责任是中共党内部分官员和党媒。 他们认为,党内那些不当的言论和做法引起美国反击,才导致贸易战有官员说,在具体操作中,中国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官员,以及一些中共党媒,曲解了中央的战略意图。 部分官员和媒体,在中国国内大肆进行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报道,这冲昏了不少官员和民众的头脑。 该官员认为,可以说中美关系走到今天,追究中共内部问题,曲解中央意图做出不当判断,发出不当指令的官员,和大肆渲染民族民粹主义情绪的一些媒体,应付首要责任。 他们甚至说党内这些人,是中共的真正敌人,造成贸易战危险局面的,并非川普政府而是中共内部,制造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,歪曲人心的不政治风的人,尽管这些受访匿名官员,没有点出具体的曲解中央意图,做出不当判断,发出不当指令的官员,和大肆渲染民族民粹主义情绪的一些媒体。 外界认为,其矛头已指向分管党务和宣传的,现任政治局常委,王沪宁美国媒体人,阿波罗网评论员在水一方,表示这些观点,可能不完全是体制内官员表达自己的看法。 这些官员在有中共背景的媒体上,这么说,一方面是放风另一方面背后肯定是受了执意,希望能忽悠美国政府,对中共还抱有希望的人。 在水一方说,中共好几个官员冒着风险,要达观点,又选择在共产党的媒体上,讲,是被允许的放风,是对各方面有个交代找个替罪羊。 不理性宣传的官员就是替罪羊,对外部是麻痹作用,让人们看不出来中共这样做的本质,就是根本上不想遵守世贸承诺。 在水一方分析,一方面是影响美国政府对中共的判断,好像中共有很理性的一派。 在另一方面也忽悠对中共抱有希望的自由世界人士,继续信任中共,还能让翻墙出来看外界媒体报道的认为。 贸易战战,是中共强硬派导致的,中共媒体发文代表全世界谴责美国拘罚广搜及中共媒体。 7月6日的相关报道,首先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,以坚决反击贸易霸凌主义为题,控诉美国为一己策利,违反世贸规则向中方发动了迄今为止。 捐继史上,最大规模的贸易战文章宣称,美国这种贸易霸凌主义,会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,将引发全球市场动荡,还将波及全球更多企业和普通消费者。 中国则表态坚决反对这种保护主义,单边主义的倒行逆施行为,并承诺,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。 此文章称,中国并不是在独自战斗,也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战斗,而中国坚决反击贸易霸凌主义,既是维护和捍卫中国利益,也是维护和捍卫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。 中共党媒《人民日报》同样在当天发文强调,美国贸易霸凌主义,遗害全球文章提出贸易战这动摇不了中国经济发展根基,削弱不了中国人民,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心和底气,也必定遭到应有的反击。 然而美国无理耍横之举,所加带的贸易霸凌主义,却是一害无穷。 既有损中美两国企业和人民的利益,也严重威胁着全球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,阻碍世界经济复苏步伐。 然而这些媒体报道时,金之字不提贸易战,是因中共不遵守17年前的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规则。 美国不得已在经济上自卫所致,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。